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召见巫统和行动党领袖 包括最近紧咬真主袜风波的巫星团长艾科马 要求他们推动国民团结而不是分裂 你在收看的是当今AI快报 我是AI主播致震 根据元首的面子书专业贴文 元首是在国家王宫接见巫统熟理主席穆罕默哈山 马六甲巫统主席阿都拉乌 艾科马 以及行动党副秘书长刘震东 在双方会面中 元首主要谈及最近出现涉及宗教与种族敏感的课题 元首表示他要看到人民团结与和谐 同时也希望政治领袖不要针对宗教与种族的课题发表极端言论 元首强调这项御令不只是涉及巫统和行动党 也包含所有政党 元首也劝告领袖必须以身作则 成为各族人民的沟通桥梁 并希望在迎接圣洁的开斋节之际 各方可以彼此宽恕开启新篇章 而在进见元首之后 艾科玛也在下午发文告表示 将遵奉元首的御令既维护国家和谐 也要捍卫伊斯兰圣洁以缓解目前的纷争 搁卖了一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